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觉得信号类的好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去改变你的生活的场域 那像我疫情现在稍微缓和了 所以我现在到生日月底 那我就算了一下 我还有这个十天左右的特休 那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先全部都请掉 请掉之后我再来找说 那我要就是去什么地方 去改变就是我的生活的环境等等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不会变成说 好像我的同事或什么之类 临时才知道说 我要去别的地方 而是说我事前就告诉他们说 原来我十一月这几天 十二月这几天等等 我要转换一个不同的环境 因为在疫情最厌峻的那阵子 尤其是要分餐分流的时候 确实真的就是不是行政院的那个房间 就是我自己宿舍的那个房间 而且绝大五分的工作 其实都是在线上 尤其是跟国际的朋友 本来就都是在线上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应该要转换一下就是背景的环境等等 那现在因为网路是在任何地方 其实手续都蛮好的 所以你要做的学测的准备工作 或者其他工作 只要你事前有不规划 还是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做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 就是一定说 就是这个也讲完 所有人都请假了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 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 但是确实就是离开自己休息的环境 可能甚至只是两三天的时间 那种一前不变的感觉 很快就会不见 那而且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来看 就是自己的routine 就是自己在本来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哪些习惯 可以稍微挑战或稍微改一下 就不会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这种感觉 那我的具体建议就是 在方家的那两三天里面 可能就挑某一件事情来改 因为新的习惯的养成 很难一次培养很多新的习惯 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单一个习惯说 在什么时候本来是这样 那我改成要做这样的话 那你只要辞职以后 就是一个新的习惯 可能只花两三分钟的时间 先做一点点 慢慢慢慢这样子养成 那很快就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感觉 等到那个新的习惯变成起来的时候 再变成下一个习惯 再变成下一个习惯 那很快就会觉得说 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感觉 我只知道我自己是这样的 希望有被达到这个问题